陶之夭夭 浊浊气滑 知子与归 依其是家 陶之夭夭 有废其时 知子与归 依其家事 陶之夭夭 其夜真真 知子与归 依其家人 神族大喜 四海八荒街提前进入了欢庆模式 原本定在凡间金折之日的婚宴竟在金折 之前的五六日就开始了通宵达旦的夜宴模式 白天 众位神仙奔走于自己的领地搜罗上好的鹤礼 晚上便趁着众神歇息无所事时便三五成群的饮酒坐了 一时间 酒中天上 四海八荒但凡是神族的地狱随处可见 三四个神仙席地而坐 有的饮酒有的抚情 花样百出 心情甚佳 凤酒栽喜无功看着原本平静的九重天 近日十分欢悦 心情也好了很多 还一度和私命要求将莫冤战神和少婉 始祖的爱恨纠葛写进人间话本子里 而一向认真谨慎的私命在拼完凤酒的 提议一时间竟也找不到什么拒绝的理由 便只好硬撑下来 此刻凤酒白浅姑只两人正带着滚滚和阿里一同 来到了九重天的南天门等着今日要来的少婉 刚到南天门 就见对面一团伙似的奔涌过来 定睛一看 原来是少婉带着墨渊急匆匆朝着他们飞来 阿里和滚滚有几日没有见到少婉原本有些想念 此刻看到少婉出现 高兴的两个小仙童一人一只胳膊 将少婉牢牢地抱住 少婉则被逗得大笑不止 凤酒和白浅自然也是十分高兴 但也没有忘记正事 最拉开滚滚和阿里 几人一同来到了太成宫 太成宫中 崇林早已烹好茶 叶华也早就和连宋一起在太成宫等着 自家兄长的终身大事叶华自然要操心的 连宋应这八卦基因 自然也是要来一凑热闹的 这两个人此刻正端坐在六角亭陪着 一言不发的东华地精看着不远处的凤尾花海 东华地精在做什么 看着凤尾花海只能是赌物私人呗 话说 自从滚滚和阿里回到九重天 叶华和东华地精两人变同病相连 自己的夫人时常背着两个小仙童黏着 恨不得吃饭睡觉一刻不离 这也罢了 谁叫都是自己亲生儿子呢 偏偏这姑子俩又说动了少婉 要少婉从青秋出嫁 青秋不是没办过婚事 但为上古洪荒尊神魔族始祖少婉办婚事 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而少婉告诉众人自己决定 从青秋出嫁的消息一出 整个魔族都震惊了 后来多亏艳齿无这么多年聪明了许多 告诉众人始祖和青秋两位女军 以及东华墨渊的渊源 魔族众位这才得以安宁 因此魔族也依早就加入了 往来恭贺送礼的大军中 为的就是表表魔族的小心 四海八荒如此大的动静 他白凤酒和白浅敢大意吗 万一有一点疏忽 就算四海八荒看在东华地精 和夜化天精的面子上不说什么 可自己的胡帝岂是能放过他们 白浅凤酒自是深深明白这一点 于是半点不敢大意 整日间凑在一起 同城欲商量着诸多事宜 这不 有了较为稳妥全面的规划之后 凤酒和白浅便要少晚莫愿一同前来 让他们听一听 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好修改 再一同去青秋桥桥 因此东华地君和夜化天君这几日 总是白天见不着自家夫人 好容易挨到了晚上 又被滚滚和阿丽这两个小团子霸着 两人十分可怜 因此才有了这东华地君望着凤伟花海堵 无私人的一幕 不多时 凤酒等人便来到了太成功 东华地君这才收回了眼神 看着少晚和莫愿 用眼神示意他们过来坐下 又用哀愿的眼神看了一眼凤酒 凤酒带着滚滚连忙走到地君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白浅带着阿丽自然也是坐到了夜华身边 只剩下莲颂身边空荡荡 行单影之 莲颂见众人成双成对的模样 郑玉顾影自连 没曾想一袭淡黄色长裙的成玉便走了进来 仔细看 莲颂今日穿的也是淡黄色长袍 若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二人有意如此呢 而眼前这几个人显然是知道成玉没有这心思的 成玉看着已坐下的众人 又看了看紧留的一个位子 走了过去 自然地坐下 道 可是我来晚了 不晚不晚 少晚也刚到 成玉你快说说吧 凤酒连忙回应着成玉 一边说话一边贴心地为成玉递上了一杯热茶 成玉冲着凤酒甜美的一笑 而后喝了一口茶 看着少晚急切的表情 清了清嗓子 开始将这几日白浅与凤酒同她的大婚规划悉数 讲给少晚听 少晚和莫渊在一旁像两个小学生一样 听得仔仔细细认认真真 莲颂则是一脸欣赏地看着成玉 叶华和白浅倒是无所事事 只专心地听着细节 生怕哪里出现了纰漏 凤酒从一进门就看到了东华那哀怨的眼神 自知近日稍稍冷落的东华 内心着实过意不去 否则阿里和滚滚早就不耐烦在这里居着 童思敏一道为凡人写话本子去了 凤酒歪着头靠在东华肩膀 似乎是在安抚东华 又似乎是着实觉着揍得太累 半晌 成玉将大婚那日的诸多环节讲完 凤酒听得一脸羡慕 成玉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满脸羡慕的凤酒道 你这副表情是做什么 白浅这才注意到凤酒的表情 而东华帝君也是此时才低下头看着凤酒 凤酒一副被人知道了小心死的样子 着实有些尴尬 白浅心中变了人 那日凤酒帝君因击横作梗 未能如约大婚 这件事一直是凤酒的心头病 他如今对大婚是既有期待又有害怕 偏偏此时天兵来报 一贯不常来的东海水军今日静上九重天 说是特意拜访天君天后 帝君帝后 还说有重要的是想回顶帝君 少晚诺言人本在听完成语的规划后 有些微微发冷 幸而天兵的禀报将二人拉回神 此时天君天后帝君帝后都在一起 因此东华帝君便让天兵将东海水军引到太成功 那东海水军原本最常见到的就是掌管四海水军的连颂 偶尔的见天君也是恰逢酒重天 类似于千花盛典这样的盛会 那日新军即位 东海水军爆样便让自家女儿灵溪前来 没想到却让东海自此蒙羞 今日原本心情忐忑的东海水军生怕被天君拒绝 没想到却被东华帝君召进了太成功 要知道太成功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 这四海八荒有幸经过太成功的人屈直可数 东海水军此时有些兴奋 看来今日帝君心情甚好 想必今日所求知识帝君并能应允 东海水军这样自信满满地想着 片刻 东海水军便被带到了太成功 自一只脚跨进太成功开始 东海水军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地面 竟直跟随前方的引路的天兵的脚步来到众位尊神面前 东海水军跪下拱手行了大礼 得到帝君的一声免礼后方才抬头 这一抬头却把东海水军吓得不轻 原本能来太成功就已经让东海水军受宠若惊了 如今一抬头竟发现四海水军连宋殿下 天君天后 帝君地后都在 就连一项不爱凑热闹的莫冤战神今日也出现在此 而且是连同魔族十足少晚一同出现 东海水军觉得自己今日没有白来 活了几万年了 终于有幸一日看见了上古洪荒尊神 东海水军有何事特意上九重天 夜花天君语气平静地问道 回禀天君 近日听闻莫冤上神玉勺完始祖不日大婚 小仙特意送来东海贺礼 东海水军诚惶惶惶惶地说道 既如此 若没有别的事 水军便去忙吧 夜花道 小仙还有一事 想请帝君示下 东海水军没想到一向平易近人的天君竟然这么快就下了逐客令 思索一番后 仍然觉得还是要将此行的真正目的说出才好 帝君间东海水军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心中有了些答案 便开口道 说 东海水军一听的帝君阴影 便道 不日默认上神玉勺完始祖大婚 小仙想着这四海八荒的大事也该让小女长长见识 免得以后在帝君面前乱了分寸 不知道帝君可否同意免去小女禁足之法 东海水军小心翼翼地说着 一边说额头一边冒汗 白浅听闻 立刻想起继位大典那日东海神女灵溪那副嘴脸 心中继而又奇奇怪怪地想到了姬衡 一时间竟没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皱起了眉头 甚至有些恼怒地看着东海水军 但因东海水军此事正在同帝君求情 白浅便暂时按住性子 等着帝君的态度 东华帝君听了水军之言 忽觉靠在自己肩膀的凤九微微身体一将 东华低笑头柔声道 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凤九微微摇头道 没有 做得有些久了 便再无其他话 东海水军见帝君如此温柔的同帝后讲话 一心以为帝君心情甚好 便不等帝君开口 继续道 小心想 少婉始祖才苏醒不久 不欲就将大婚 若是四海八荒神仙小辈尽数前来观礼 想必始祖更加高兴吧 东海水军想着东华帝君在如何铁面无私 也不能搏了魔族始祖少婉的面子吧 因而搬出少婉以便求得东华帝君的松口 东华帝君听了水军的话 原本好看的眉毛竟然微微地震了起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东海水军 又看了看一旁的少婉 不作声 此时的白浅再也忍不下去了 白浅打心里觉得这东海神女灵溪同那极衡 宿景都是一路货色 极衡宿景这两人更是害得这姑子俩吃尽了情节之苦 于是白浅冷着脸道 东海神女在天军即位典礼上冒犯本后又冲撞青秋女军 还变着法儿带哲乳当今帝后 水军以为让她闭门思过是过于严重了吗 东海水军一听此话 吓得连忙跪倒在地 道 丙天后 小仙不敢 白浅一听此话更加生气 怎么东海一族都这么喜欢装可怜 白浅冷言道 今日我这一番话不是以天后的身份同你讲 而是以青秋白家长辈的身份同你说 我白家人向来护短 这你可知道 小仙知道 小仙知道东海水军跪在地上忐忑地说道 所以你无需那默然上神玉勺丸始祖的婚事说事 你知道吗 白浅步步紧逼 并不打算给东海水军一丝一毫的机会 少晚见到白浅如此 又从白浅言语间略微猜到些什么 因此道 祖宗我啊 不在乎什么虚理 因此有没有神仙有多少神仙来看 我并不在意 若是被下令责罚的 为了神女好 还是继续思过吧 以后长见识的机会多得很 不必非要在大婚之上 东海水军见白浅和少晚都表了态 想着无望 于是便将全部希望寄予帝君老人家 正义开口 却听见帝君说道 没其他事就回去吧 东海水军此刻心彻底凉了 帝君这是下了逐客令了 东海水军只好再跪再败再告辞 连宋瞧着东海水军的背影道 我四海水域怎么会有如此蠢笨的水军 求人怎么不求对的人 专求错的人 连宋一边拿着扇子敲着自己的头一边懊悔地说道 东华帝君听了 一脸正惊地问道 谁是错的人 连宋此刻方杰自己失言 但为时已晚 信而今日的主题是莫冤和少晚的婚事 才不至于让连宋今日吃到糖醋鱼 回禀京上 东海水军今日上了九重天 所求之事遭到了拒绝 邀界宫殿内 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向林须说道 林须听后 思索片刻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道 没想到东华帝君气性这么大 那黑衣男子也是复合道 是啊 原以为说几句好听话也就可以了 想不到这东华帝君还真是说一不二呢 林须止住了笑声 走出宫殿 朝着东海的方向望着 道 东海真是跟我们渊源颇深啊 看来还得替他养一段时间女儿了 哈哈 走 咱们去方丈山 林须说着 化作一团黑烟 来到了方丈山下 望着满山仙气 林须此刻直接神清气爽 他觉得东海水军似乎帮了他一个大忙 因此整个人心情都变得好起来 因此想来这方丈山看一看自家兄长 顺便对异一局 从前 在没有发生天君之位前 他偶尔也是和吃吻一同对异的 那样的时光 真是一去不复返 林须来到金语琉璃宫 只见化逸却不曾见到吃吻 化逸见到林须 面无表情道 少主命我在此等您 他去更衣 片刻就来 林须眉毛一挑 道 看来胸长又提前知道我要来了 正说着 吃吻一洗白衣 竖起发脊一手直扇走了出来 对林须道 同我去一个地方 说完便同化逸林须消失在了金语琉璃宫 对林须眉毛一挑战的 对林须眉毛一挑战的 对林须眉毛一挑战的